Hello, 大家好, 早晨, 早晨大師 我們今晚有直播, 是嗎? 今晚的直播就是Peter和梓晴 Peter和梓晴好像還有一個嘉賓 但那個嘉賓我不太記得, 現在有些工作太多也不明白 但梓晴是處女下海 是 處女下海和Peter一起做節目 因為梓晴應該是在第二度是 在第二度是 今天是一月三下, 是嗎? 是, 沒錯 是, 有些海尾, 大量 OK 大概是這樣的, 是我和有拍檔的Jacky Jacky就是 Jacky就是我們會幫我們搞旅遊的人 跟我們有很多合作 他就說, 有大量的廉價海尾 跟著又有些不知什麼的 他說, 會不會跟大師姐撞 我說, 大師姐是非常之 是我們買一些高級貨的 到最後, 東西做不好, 寧願辭出 而現在還未出 所以, 大師姐是買高級貨的 但是呢, 如果你們現在賣的那些 就是大減價, 大劈價的貨 是劈到瘋了 所以, 他們有辦法找到貨 所以, 是沒有合作的 大家不是走的, 不是相同路線 我們希望, 我們其實只希望 最理想的, 就是做最高級的 以及最便宜的 就是做生意的 就是我們不希望做中價貨 就是不希望做到這些 但是, 問題就是 他們就是做海尾山那些 因為現在 你知道我多少工作 對嗎? 對, 你一向都有很多工作 所以這些我都沒有 不是太理會的 你知道我寫了什麼嗎? 我在家裡寫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應該是秩序的書 已經寫完了 我看到在亞洲電視的網頁已經有了 就是會員的話 是的, 秩序的書寫好了 我現在就準備趁這段 用半年的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來放一放假 放一放假, 其實更多的事情 就是做了所有 自己想做的 所有自己想做的 就是那些 濕濕碎碎的 興趣的東西 全部都興趣的 要寫完的 即是股市 股市寫了一部分 我寫了共公事 我寫了竹庸 我寫了帝 帝字的來歷 這些三個碎碎的東西 很濕碎的稿 我準備寫完它 剛剛寫了一個 我給了誰看 那個完全是為了自己的 完全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就是 叫做是什麼 有一個信口流 在大陸 在大陸都有一個信口流 是叫做 我其實在什麼裡講過的 節目裡講過 鵝岩帝 姜黃帝 笛 古江夏東宜湘 西庸州 匈奴巡 馬來漢 黑人進 猶然徐 鮮碑堂 沙陀送 匯匯明 滿洲青 日本民國 蘇俄共 即是一句話 將二十四史加上古史都說完了 不是 將他們全部都是外面 全部都是外來 沒錯 明白嗎 但是這樣講究竟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說黑人是盡呢 明白嗎 對嗎 即是黑人是盡呢 或者是猶然是徐呢 這些事情我全部逐個再解釋 找回一個來的 因為進朝有些皇帝 是娶了黑人老婆 即是類似這樣 為什麼會說 我以為司馬氏本身是不同的民族 為什麼會是明白呢 因為馬皇后 其實有很多信物 馬皇后 鄭和 那些回教 全部都回教圖 為什麼會是這樣 全部都寫 這樣都要寫 兩三千 三千字 所以我就寫給其他人 看 玩這些東西 玩這些research 已經做了很多 我不想再有些牽掛 就把玩的research 全部從頭到尾 完結了一次 先 先 close file 對 先 close file 所以就要搞幾個月才可以 搞定 那Jacky是日本團還是馬來西亞團 馬來西亞團 馬來西亞團 其實我們有三個旅行的 partner Jacky就是主要的 因為第一個提出來 另外一句 有一個一心旅遊 是林超人的 但是上次我們 因為我要遷就 R君 那個組 之後才見 你沒有談過 一心旅遊暫時 我們先搞本地旅遊 本地旅遊 都是賺玩 其實超人很想做 所以我們可以 開玩超人 搞本地旅遊 是 未決定是怎樣的 另外還有我的朋友 Steven 跟我一起拍檔 20年的現在創業 我可能 我叫他搞一個package 是一個大版團 我就叫Miyuki 去跟他 是 可能Miyuki就帶隊 那他最熟悉呢 他最熟悉的呢 他最熟悉的 是 可能叫Miyuki 帶隊 除非我跟Miyuki一起帶隊 或者是 還未想到 你跟Miyuki一起帶隊 這次是 應該是新年之後才起行 是的 我還未跟他談 我們只是談了他上來 但是這個子晴就是 因為他是在經濟部做 他現在就沒有空 他的照片都很漂亮 是的 他就沒有空 不方便上來再繼續做節目 連財經也不行 所以就唯有做福利直播 看看他做成怎樣 看看他做成怎樣 最初他就不想 最初他就不想做這些事情 不想做這些 他要做主播 很高級的主播 對嗎 尤其是在大陸的主播 都架了高官 富豪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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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想做主播 接著就帶著 Peter 做多些事情 年輕人 不需要做嗎 好 所以今晚就密切留意著 阿佐福利的直播 是的 沒錯 支持阿芷晴 好 今天是2023年1月3日 星期二 正式大家 復工復課復士 祝大家開工 開貨 開市 都要開工大吉 看看新聞方面 最主要的新聞 在踏入元旦之後 講到搶藥的熱潮 是的 政府在昨天2日的時候 也有回應 當中最搶藥的藥 當然是Panador 必來痛 而見到很多藥房搶藥了空 政府昨天強調市民 不用搶藥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中的主要成份 Prasetimo 在香港有700多種藥 都是有這個成份 所以他就作出這個聲明 希望大家不要搶藥 而且政府也重新 在公共醫療系統 如果正常地使用 都會有5至6個月的存貨 所以 但是他現在也會考慮 加緊採購 甚至說到 有機會可以 給一些基層的家庭 可以拿到一些藥 是 我又不太知道藥的 究竟是怎樣 我自己知道 究竟有多大分別 因為其實 如果說香港這些 所有的藥 到最後都是兩三個 Source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兩三個Source 其實你只是做組裝 即是做一個合成 所以合成的時候 究竟有 這個牌子的分別究竟有多大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 因為其實到最後 都是相同幾間 相同幾間 到最後 這些藥 原來這些藥的 raw material 很多都是來自中國 是 所以 但是我 我就是吃美國 我就是吃日本藥 但是因為 剛剛就是找不到 剛剛就是日本藥 有些青黃不漸 所以現在就沒有日本藥 是 所以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都會買一些藥 就是忘記了 看家會院 就是忘記了 不是 有些過期 我忘記了有些過期 那 不過最近也看到 也有些熱心的市民 把過期的 撕利通 在網上就說 去派給那個區 稍幾灣區 有需要的人 都是 都是好笑的 都是得證來的 因為過期的時候 過期的時候 都說吃過期春藥 會瘋 過期藥 反而應該是沒有什麼效 而不是更加有 而不是變成很厲害的春藥 OK 應該是沒有效 吃過期春藥 我想起曹查理 那套 一字不容易 那個畫面 他的樣子真的很賤 但是他真的很入型入格 他最初的時候 不是做這些 因為在出道的時候 我有看他 那套 那個廣告節目叫做 見你衣著顯風度 意氣風發 好情高賣酒 便知你大有來頭 嘩 好厲害 葉麗兒唱 我自己的意思是 他出來當時的時候 他扮一個face 他操查理的優勢 其實他是可以做一個很有型的 gentleman 是 他其實的外表就是 但是 當他 這些人是因為這樣找他拍戲的 這些人不是因為他賤 但是 當你認識他的人之後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這麼賤的人 你就很難免會找他做一些很賤的角色 明白嗎 你一定會找他做一個很賤的角色 正如蕭若元找到柴子角色 一樣的道理 但是做自己 是 他做自己 最初的時候他不是做什麼的 最初的時候 人們看見他這麼帥 他是做一個很有型的人 是 做一個型男的 是 那麼 突然想起這一幕 是的 沒錯 所以大家 現在講的 大家搶Panador 當然 Panador 只是一個brand name 是 是 但是如果大家想 要的成份 都是這個霍疫食童 所以 之後如果 香港就很難說 好像國內那樣做到一些限購 的事情 但是 唯有 都是 香港可以做一個限購 香港可以做一個限購 但是問題 沒有需要 問題就是 香港的疫情 也不是 好像大陸那麼嚴重 大家知道不是一窩放牆 所以 不是太大的問題 沒有被你控死不了 你可以買幸福相封數 你可以買 樂信錦武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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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牌子 我有朋友買了一個 樂信錦武寧 想買樂信錦武寧 樂信錦武寧 是有一個牌子手上 是有一個牌子手上的 阿丁 是有些底腳來的 但是我們沒有坐 二十年 他是一個代理 他跟鄭慈恆一起買了 然後 然後 我另外有一個朋友說 原來這個樂信錦武寧 有很大陸的牌子 有什麼牌子 他說很罕有 他都想買 所以 所以樂信錦武寧 很多牌子都可以買 所以不存在 現在的人可以去日本買 所以 我不覺得 會出現很大問題 現在日本都說 藥是屯治的 是嗎 我看到 前一兩天的新聞都說到 甚至日本的藥房 都是被搶 從本清 我不知道從本清是否有日本藥 因為從本清我去買 從本清我去買 就咳藥 從本清結果都是告訴你 總而言之 好 所以繼續留意這個新聞是怎樣 另一則新聞 就是講到 剛剛在去年年尾 12月30日的時候 有一個真消息 就是中國外長王毅 變成秦剛 他過往是駐美大使 在1月1日的時候 他跟布林肯溝通 更加多的消息就是 在昨天出來 就是講到 布林肯和新任的中國外長溝通 就是保持著這個溝通渠島 而秦剛 過往一直都是駐美大使 但是即使在他做駐美大使的時候 其實布林肯都沒有特別去跟他去談 或者是怎樣的 就是中美的問題 但是現在 當然剛剛新上任的外長 就算是一個行禮如儀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也反映到 現在中美關係 都是一個最重要的外交上的事 第一就是 秦剛上任沒有反映到任何事情 不是一個反映 第二就是 他如果是跟 就是中美外交 當然是最重要的 因為中美外交 本身就是兩個最大角 但是問題就是 也是非常之不重要的 就是 中國一直都說他 你一直都反口 我大哥怎麼跟你談 我跟你這邊 我跟你這邊談完之後 那邊你跟我兩邊擺明 所以中國擺明現在就是這樣 擺明用一些最 毛澤東式的句語 就是一些很 很 農村的句語 什麼統兩刀 就是什麼都說了 現在已經是 就是這樣 就是那樣東西 我和你大執行的 剛剛談完 都有半年的蜜月期 你不要馬上去對付我 喂 你真的搞什麼 就是現在美國 就是現在美國是禮崩惡壞 我都說了 是完全不理之前的外交禮智 就是一堆野蠻人 等於 等於是打一些 沒有規定的遊戲 你說規定的 你什麼時候說規定 就是美國完全 什麼守則都不說 喂 說完之後 你不算的 原來你只是說表面上 說那件事情 但實際上 第二天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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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就 立即就反台 他沒有反台 他表面上跟你合理了 我不搞你的了 但第二天就立即搞你 那你明白嗎 他沒有反台 說來講他都不算數 那你實際上沒有辦法 就是這些是打 這些是打Total War 就是打 打蘇聯和美國 不是 蘇聯和德國 當年的戰爭 就是打Total War 以前的時候 一個 gentleman game 一個 外交上的Total Game 的 gentleman game 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外交上的 gentleman game 是大家說明 一個規矩 外交框架 所有事情 我是這樣做的 我是遵守這個 規矩 外交禮儀 美國現在全部不說 那你怎樣 那就是 那就是 現在 我們以前中國人 是 不認識你們世界 外交禮儀 學了一百年才學得識 大佬學完學了 學識後 原來沒有什麼用 全部都 全部都不跟 你自己現在全部都不跟 所以怎麼搞 所以根本無法搞 但是現在 現在就是 中國啊 東盟啊 中東啊 大家就學回 學回一些 用一些外交的位置 所以大家按照什麼 中國經常都說什麼 按照國際法做 按照國際法做 現在這些 本來西方是外交規則的制定者 但是現在就 看到反而是 可能被外交綁手綁腳 然後就這些 美國說給外交 我最能打的 那我就不說外交 就是這樣解 所以秦剛 當然他的履歷就是很豐富 在外交事務上 而且也有傳 在未來三月份 就是 說著 兩會之後 他也會有國務委員的身份 是 現在沒有了 以前呢 其實以前很多 是 在外國 尤其是 還有 就是 你找一些 人 找一些 素人 素人 去做外交官 但是那些可能素人 以前 可能是一些 學者貴族 或者做什麼 你很爽的外交官 但現在中國 全部都是制度化 全部都是編戶齊民 就是那些 總之在中國的外交圈 其實 就好像一個社團 你不會脫出來 就是完全是專業的 中國做外交官 就是小時候 金融 我最希望做外交官 就是 很多人希望做外交官 現在中國的外交官 就是一個 他們最信得國的群體 進去之後 你就不會出來 是 因為這些是從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 已經開始讀 國際關係學院 或者讀外交學院 一直上來 是的 養你一輩子 但是外國 還有一些 可以去到 派你去爽一爽 有些 磅了水 競選 派你去爽一爽 那些 就是有些 冠陶出街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很爽的 就是你去到 法國 日本 那些很爽的 對不對 或者 你去日本 做著日本大使 那樣 但是你還可以有些 可能有些 下面有個 在大阪做領事 那你可能很爽 是不是 又不是太多事情做 又可以玩 所以 看看現在 換屆 外交部 系統換屆的時候 之後的 中美關係如何 好 另一則新聞 就是關於 半島局勢 半島局勢 最近 就是在朝鮮和韓國 兩方面 見到朝鮮在去年 特別是年尾的時候 就連續發射了很多 導彈 雖然 去年的新聞焦點 就不在朝鮮 但是 當然也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 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 也和自己的女兒 的女兒 金珠愛 有些也做金珠愛 譯名未定 去看導彈 而 而韓國呢 一來的時候 來到今年的時候 開始就有些反應了 那就是總統 尹錫月 他接受在新年採訪的時候 就說 韓國和美國 就會去 有一個聯合的計劃 去應對朝鮮的導彈 包括 特別是說明 會去聯合計劃 去有核力量 講到美國核力量的參與 甚至乎去 共同關於核方面的軍演 那邊商 尹錫月說完之後 拜登 昨天就否認了 好像沒有交過口供 拜登昨天就 在美國 拜登見傳媒的時候 被問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說沒有 沒有聯合的核演習 這樣 所以現在 韓國和美國 好像沒有交過口供 我不知道有什麼聯合的核演習 因為 第一就是 這個小小小沒有核事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核事的東西 那你怎麼聯合的核演習呢 導彈 我想不需要吧 導彈不是什麼 那你怎麼演習 是遠程的 我不明白 它是遠程的核演習 如果遇到核事故 怎麼做 可能是 但問題就是 我相信 但討論參與演習核武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核武沒有可以演習 第三 尹錫月是否想把核武 帶進去朝鮮半島 是不是真的核武 我想 你是不是準備和美國合作 因為你把核武帶進去朝鮮半島 不是你對付朝鮮的問題 而是對付中國和俄羅斯的問題 因為參與中俄對美戰爭 大戰局的問題 我相信 韓國會有一片火海 你是不是想參加這行運水 東北亞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最火藥庫的地方 東北亞事實上穩健 歐洲 歐洲 去到世界 全部地方都殺了 韓國 朝鮮 俄羅斯 中國 日本 美國 六方會談的六方 每次都會 你想想 那個經濟 實力 東北亞已經是世界上最強 所以現在就見到美國否認會有核軍演 是啊 你說到什麼核軍演 我真的不明白 那你怎麼軍演法 你可以怎麼軍演法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都算亂說 尹世瑜 亂說也不是第一次的 是 他對美國的態度 之前也有傳媒拍攝著他講髒話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蠢人多的 如果你有一個民主制度 由蠢人選出來 多數都是蠢人來的 難道蠢人會選上一個睿智的人嗎 蠢人你怎麼會分別人聰明 誰是蠢人 蠢人比較懂分別人聰明 他是唯一的 唯一只是知道 周星馳的戲拍得好 蠢人不是說 蠢人你看一些 優雅的通俗文化 就行了 夏里巴人那些 所以提升自己的智慧 就可以多點留意我們亞洲電視 好 那今天的要文環姐 先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怎麼會